哈喽你好我是耀君 在上个影片当中我们谈到了 最简单的网路行销流程套路 五个步骤开始你的网路试验 而这个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找到切入点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与你分享 找到切入点的第一个部分 了解自己 为什么我说是第一个部分呢 因为啊切入点绝不是凭空胡思乱想 或者是自己想象得来的 一定要从这三个角度出发 我们的切入点才会足够吸引人 第一个是了解自己 第二个是了解对手 第三个是了解顾客 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就先从了解自己出发吧 著名的兵法书孙子兵法中强调 知己之彼百战不殆 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战争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仔细深入分析 自己和敌人之间的状况 再依照其分析的结果 去做计划 做判断 做行动 在我帮助许多中小企业老板 做数位转型的过程中发现啊 许多的老板 总是以为自己已经够了解自己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击败竞争对手 不太容易静下心来了解自己 但我认为啊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网络上 把东西卖得出去收得回钱的话 只有足够了解自己 才会有够多的资讯 可以刺激大脑的灵感 写文案的时候呢 才不会有那一种 瞪着白纸半天 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窘境 好 那我们该怎么开始了解自己呢 首先请你先拿出你的纸和笔 在最右边写下你的商品或服务 接着在这个商品或服务的下面 写下你所有商品或服务的特性 尽管这个特性再怎么样一般 再怎么样无聊 都先给它写下来就对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啊 我们所有的灵感都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都是过去所有思考过 经历过的资讯 碰撞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想法 如果你的脑袋空空没有思考过 没有经历过这些资讯的话 那你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灵感啦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思考 就是在替你的大脑灵感库打下基础 所以请一定要尽可能的写越多越好 就算用不到也都要写下来 接下来 就是把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写下来 像你当初为什么要挑这样的商品 或者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提供这样的服务 你的理念是什么 你依据怎么样的条件选择的 为什么 这个部分呢不是讲给顾客听的 所以你只要对自己诚实就好 然后就是把商品的制程或服务的流程给写下来 如果你的商品是OEM或ODM 也请厂商提供制作过程 不需要到细节的配方没有关系 只需要知道 这些过程和工法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 这些过程这些工法这些技术的原理是什么 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专利等等 也最好去一并了解起来 同理 若你提供的是服务 也要讲你顾客从接触你到付费离开的过程细节 像是你有提供怎么样读到的技巧啊 或者有提供怎样同行无法提供的服务啊 甚至是那一种 有没有国家认可的专利等等 所有的商品制作过程 以及服务流程 通通都要了解 并且详细的写下来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呢 因为啊 若你对你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有越通透的理解 你写出来的文案才会越强而有力 最后 若你卖的是商品 你商品所使用到的原料 也要通通都列出来 甚至啊 我们也要去了解 这些原料又都是来自哪边 这些原料的等级如何 那原料的等级和等级之间的差异 又是如何分辨的 我们不同等级间的原料的成本又是多少 而我们用的原料的成本是多少等等 通通给它列出来就对了 那若你提供的是服务 服务这部分就分为 你提供服务时所使用的道具 以及你自己 那你要如何了解你所提供服务时所使用的道具呢 就跟刚刚的商品原料分析一样 我们可以从这个道具的原料啊 来源啊 等级啊 差异啊 成本啊 等等来分析 分析完之后 把这些分析的结果通通写下来 那当道具了解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就要来了解自己 我们可以从自己接受到这一行的原因 自己学习过程中的经历 或者遇到的挫折啊 获得的成绩啊 或者我在服务顾客的过程当中 研究出了哪些独有的特色等等 写得越多越详细越好 那一路走下来 你会发现 不管是商品还是服务 我们都要一直追到最细的最细的最细 虽然大部分的资讯 几乎可能是真的用不到 但还是老话一句 你大脑的资讯越丰富 你的灵感就会越丰富 有时候啊 灵感往往是来自于 微不足道的小事啊 所以啊 现在就赶紧拿出你的纸笔 做好你的商品或服务的分析吧 而且啊 我相信 当你把这个过程全部都做完之后呢 你大脑中的资讯啊 会有够丰富的啦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 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是华君 我们下个月面见 拜拜 拜拜